亚运台湾队在台持续挥汉操兵 记者罗志鹏社 记者罗志鹏新北报道 2018年雅加达亚运棒球项目 台湾队有机会和中国交手 这次中国来世 届时势必市场硬仗 这一关并不好过 亚运中国总教练为美籍的麦拉伦 John M.C. Lahren 他执教中国队多年 过去曾为西雅图水手和华盛顿国民总教练 今年亚运中国派选手到美国 直接组队参与独立联盟比赛 虽然所属球队输多赢少 但经过高强度赛事磨练 加上引进美式训练 整体实力不容忽视 请继续往下阅读 亚运中国队24人名单 其中半数是去年经典赛班底 包括在美之海盗小联盟体系打盼的投手攻海城 另外能投能补又能打的孟伟强 曾被日媒封为中国版大古详评 他曾拿过中国榜球联赛拳雷打和打点王 去年经典赛曾对日本登板投球 标输145公里诉求 中级前三局为调分 直到第四局投球才失分 让日本队大为惊艳 亚运弱对中国 台湾又非赢不可压力 总教练许顺一认为 对战台湾 中国球胜心特别强 加上他们到美国一训比赛 实力又更强 打者长期面对美国投手 根本不怕快速球 所以投手准度比速度更重要 台湾队长林佳佑表示 中国棒球进步很多 还有投手可表飙破150公里 对上他们 台湾球员会有压力 没有必胜的把握